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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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他就知道耶稣曉得所有的每一件事情 他就出去痛哭 而最让他能够痛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他看见耶稣的眼神 耶稣没有责备他 耶稣的眼神没有定罪他 耶稣却用了他 耶稣却用一个非常慈爱怜悯的眼神 望着彼得 这个眼神让彼得永远没有办法忘记 他出去痛哭 你知道耶稣从四面复活以后 他吩咐要去告诉门徒 他告诉那些妇女说 你们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复活了 并且他说要告诉门徒和彼得 难道彼得不是耶稣的门徒里面的一个吗 是但是特别还要再把彼得说出来 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耶稣多么的慈爱怜悯 从这件事情没有看见 弟兄姐妹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认知我们是非常软弱 我们不需要 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为耶稣来保护耶稣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保护 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印象 我们要在他的翅膀底下 那第二件事 弟兄姐妹求主怜悯 让我们看见 即便我们失败到一个基点 彼得也这样走进这样子的困境里面 耶稣没有定罪他 弟兄姐妹我们跌倒怎么办呢 我们就再一次爬起来 让我们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耶稣不定我们的罪 耶稣告诉那些行淫的妇人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那不要再犯罪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 彼得悔改 彼得出去痛哭 悔改 所以他就还有机会 可是另外有一个人 就是犹大 他看见耶稣已经被定罪 他就出去吊死了 他就出去吊死了 弟兄姐妹自我了解 不能解决问题 不管我们怎么样 可惜 这个犹大 他没有悔改 他只是懊悔 懊悔没有用 只要悔改在神面前 承认我做错 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 感谢神 耶稣没有责备彼得 却用慈爱的眼睛来看他 求主恩待我们 弟兄姐妹不管我们人生中 我们有多少的失败 让我们不要忘记 这样彼得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 第一个我们不要 以为我们不会跌倒 第二件事 我们即便我们真的跌倒 我们面子挂不住 那没有关系 我们只有一件事 来到耶稣的面前 福在他的面前 承认我又得罪的主 求主恩待我们 保守我们 每一天活在上帝的面前 上帝赐福给你 别忘记 明天早上 我们要早早 来到天福的面前 我们要来一起崇拜 谢谢主 保护我们 经过这个疫情 我们能够平平安安 感谢主 阿们